剛剛講到說柯文哲他現在的反應就是 他不願意出庭來應訓嘛 你做了多少久 你有看過這樣的被告嗎 從頭到尾沒有看過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被告 你會不會覺得傷腦筋頭很大 我都把它咕咕咕給他一個頭 清醒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柯文哲他主張什麼 他精神狀況不好 不能應訓 沈慶金昨天還爬起來 從輪椅上爬起來 吹口哨 今天也生病 我說不只這樣 還有一個 來 朱雅虎 昨天被 前幾天被羈押的時候 你知道律師真的很無聊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他說他腰不鬆快 請問他是圍在腰嗎 不是吧 他是圍在屁股吧 你不要這麼嚴格嘛 所以我意思說你這個案子 所有被告大家都要玩這種遊戲嘛 沒有 因為他這個 我有看到鍾小平有幫他講 他說他曾經為了這個 威京在揚州的一個事業 所以去幫忙的 對 說受傷 然後說傷到他的腰部 不是 打破民國旗 這不是腰部啊 這是屁股吧 他出來他 大家看一下嘛 他出來的 每次出來都圍那一個啦 他從第一次應訊的時候就都圍那一個 但我只說現在好幾個被告 再壓的被告 不管你再壓還沒有再壓 大家都要主張自己身體不好 那最後結果怎樣 第一個 柯文哲有沒有被壓 有 李文哲有沒有被壓 有 來 然後朱雅虎產成犯罪有沒有被壓 有 所以代表這一招在法律上完全行不通 我說我幫柯文哲用法律來解釋 我們刑事送法有規定說被告因為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得停止審判 他是不是在用這一條 心智障礙 可是柯文哲 不好意思 你智商157 你跟我說你心智障礙 我相信全國的老百姓沒辦法接受 第二個 他說被告因為疾病 然後停止審判 請問什麼病 那你是不是要到醫院去檢查 所以不管你今天用這種裝可憐 或用法條去解釋 在法律上都是通過不了 因為事實上就是 行賄者朱雅虎他已經產成犯罪 一旦行賄者坦成犯罪 我常常講在實務上就怎樣 基本上檢察官 你剛剛講的是比較focus 在審刑金的部分 那柯文哲的部分 有這種說 因為我今天心情不好 或者是我今天不想去 我今天我要自主放假 有這種被告嗎 當然沒有這種被告 就是要耍特犬 我相信那一幕是 比如說我早上有講過 譬如說益川是那個門 我是柯文哲 法警要把我帶走 我說我不要去 就是這一幕 你是一個堂堂前台北市長 你選過總統大選的人 你知道法律是怎麼規定 我們記得上一次柯文哲在開積壓庭的時候 他也怎樣 檢察官問到一半 他要走了 他說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了 我不跟你們玩了 就是因為這樣才產生一個提審的大戲 今天一樣這個事情又發生一次 但是就檢察官而已 我講不會再管他 因為今天事實證據已經鞏固確定 所以柯文哲用這一招是沒有效的 因為一般人去公開幾天通常都會生病 上來趙同事也生病 到時候就出來了就沒問題 那沈進已經申請申請申請申病 已經申請好幾次了 對 他這個生病是要申請的 他親幾次了 對 因為他要那個聚保停壓 但是一直沒成功 上一次在這個審理說 他可不可以聚保停壓了那個停之後 他又等了 欸 台湾又要一隻牌子了 所以他當時可能覺得說 這次柯文哲有機會了 所以才會考試了 可是今天可能又發現狀況又不對了 他的心情轉著好多 是在做運消費車還是在洗三溫暖 身心俱疲 那柯文哲是這樣啦 柯文哲我判斷喔 如果只是因為今天心情不好 那算醜一應該可以一道 律師應該可以醜一一道 可是他後面是說我都沒了 你把我叫我就沒了 有這樣的被告喔 現在你大尾有多白喔 你叫我去我也沒話說啊 嗯 現在不是說被告可以接磨嗎 行使接磨權啊 你說什麼我都沒話說啊 你不要把我起訴你把我起訴啊 反正我就是 你幫我起訴 你就可以幫我出去啊 司法不公啊 司法破壞 我就等法院判啊 反正你就一審 又不是一審 就你把我起訴 再來說啊 我現在跟你講 反正你們這些檢察官也不會聽我的 搞不好不是什麼人家打這招 或是他之前聽過說可以行使接磨權 他就整齊了 整齊了都沒話說啊 如果第二次再叫他又不會去 那我判斷他就是 檢察官科你也放棄了 直接把他丟臉了 這第一個 那第二這一個案子 因為行賄者講話了嘛 朱雅虎講話 朱雅虎說 我有送錢 哪有送錢的錢 他要說啊 他送給什麼人要說啊 用什麼方式送送給誰要說嘛 然後那幾個這個人頭 也信金嘛 人頭說上面拿給我的嘛 只是我們現在不知道這些人頭的錢是誰給的 是朱雅虎給的 還是公司的那個什麼會計 還是什麼基金會的秘書長 我們不知道啊 那這些人就是說 我們有收到錢 我們有匯出去嘛 就這樣 這兩個都確定了 所以最上面那個給錢的 朱雅虎不可能給自己的錢嘛 哪有可能啊 你怎麼知道他這個過程裡面 他因為就是從那個2014年 然後郝龍斌沒有當市長之後 他一度去買涼麵你知道嗎 真的啊 真的啊 而且我還看到有新聞報導 在2014年啊 他在那個台北地下街買涼麵啊 就顯然他其實生活上有需要嘛 家鄉的好滋味 對啊對啊 他是這個正常的味道啊 還有獨門90年的秘方啊 所以他不可能給自己的錢 所以一定會說什麼人 那對他沈進金有從什麼管道拿多少現金 會多少錢給他 或沈進金叫誰把錢給朱雅虎 朱雅虎都會講嘛 好那接著這個錢會出去之後 要人去把錢拿走嘛 那拿走現在看出來就是李文中啊 不這個錢進了政治現金莊戶嗎 嗯 進了政治現金 進了這個政黨的政治現金莊戶嗎 那這個錢如果被李文中給轉出去 對 那他轉去哪裡 他轉了方向幾個嘛 一個轉到木口 或者轉到縱望 或者現在出現了什麼新故鄉 或者繼續留在民眾黨 這個都有可能嘛 那既然這四個 這四個算法人團體之外 那會不會有一些是 柯文哲跟陳佩琪 私人的帳戶嘛 那私人的帳戶 就是那個什麼四千多萬買房子的 然後陳佩琪 幾萬幾萬 我們都還弄去了一百多萬的那個嘛 一百五十七萬 還有後來還有六百一十五萬 這數字有夠多真的 那怎麼大家觀眾在撐 腦容量要爆炸了 那些都會說不對 因為全部都南南集會 南南集會就對了 好 所以如果 如果柯文哲什麼都不講 那就不要再問柯文哲 你跟他問他也不會說了 可是這些 那些實際出現的帳戶的流動 金流的流動 我要告訴大家觀眾要知道 吃一塊也是吃 吃一櫻也是吃 你說不然 你還要吃百幾萬而已 早上人家吃錢 還要吃幾六千萬 幾六億 還有這麼多養 吃飯粒肉 還有這麼多養 對不對 怎麼可能 一百多萬一百多萬 就要把他羅資罪名 告訴各位 貪污之罪 你還要吃多少錢 沒關係 就是 你真的拿了這個錢 然後進到自己的戶頭 或自己得利 得利有各式各樣的得利 不一定是現金 我們現在在講的都是現金 對 都是大家差的 對那個現金流 都還沒有進到 什麼虛擬貨幣 境外賬戶 那個都還沒 因為那個不是後來 派了一個厲害的檢察官去查了嗎 那個AC S詐騙集團的那個 那個檢察官也進去查了嗎 那一塊我們都還沒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單純就很少 很簡單的這一些 帳戶的這一個流動 就讓大家看清楚說 柯文哲在這個案子 要脫身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越來越難 那李文中 李文中現在他很不承認 因為他也搞不清楚 柯文哲有沒有承認 真的 你也搞不清楚嘛 可是 他會他會他是不是也不知道 朱雅虎有沒有承認 簡直 他 律師會講 裡面也有電視看 可能羈押題的時候就知道 對羈押題不是可以閱卷嗎 被告也可以看 對啊 原則上是可以啊 律師會跟他講 所以其實他 可是他沒有限月啊 我可能不能夠全部攤開給你看嘛 對啊 但是羈押裁定最後誰坦承 誰沒有坦承 那個結論還是會 會 律師會記重點 律師可以跟他們講 因為律師讓我討那個楊氏速度嘛 你心想怕工作 我不能打廣告 楊氏速度現在才沒有 那是我們小朋友的時間 不過他會記關鍵字 我可以先插播一下嗎 因為剛剛其實是基隆先跑 就是說停班課 基隆先跑 基隆有大事嗎 10月13號 有沒有 所以基隆先跑 然後剛剛記者就去問說 那台北呢 台北說 再等一下 台北 可是不是說 基隆先停課 對 北北基不是要一起嗎 對 所以剛剛就是傳出一個狀況 基隆先跑 我們基隆駐地先回報了 然後基隆回報之後 北北基好像說 不是一併了嗎 就趕快去問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說 請稍後 可是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 新北市政府也宣布 明天是停班停課的 對 那就全停了 那講完必定要停了 對啊 但是新北市政府做人比較成功 他說 並且我們這個停班客是經過 基北北桃的共識 他幫基隆解套了 因為其實台北市問半方 稍後稍後 我們現在還不確定 這也滿奇怪 那跳過竹竹苗 沒有啦 北北基 沒有啦 北北基 不是啦 竹竹苗的南邊中張頭 雲霄通通通放 對 就只有竹竹苗還沒 所以他們還在斟酌 記者要趕快去問 他們還在斟酌 還在斟酌 所以我說這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在這個案子裡頭 可能會從土力升高到這一個 第四條 就貪污之衛條例的第四條 收縮賄賂的這件事情 應該看起來就是往那個方向發展 不過大家看電視都要知道 我們現在都是媒體 媒體透露出來的這一個序集 不過民眾黨今天這個黃靖穎很奇怪 黃靖穎說 哪有這樣一直叫的 哪有一直重複叫的 你又知道重複問 你又知道有重複問 而且你講話要精準啦 重複叫是什麼 你怎麼一直叫我們柯文哲來 你不要問我們柯文哲 問到第五四了 你煩不煩啦 對他的意思嘛 他說重複嘛 就是新的證據出現 新的證人的公職 真的被告出現 當然要叫柯文哲來問一下 而且黃靖穎 阿伯也難得爭取到 可以讓出來放風 看看台北的風景 隨隨台北地獻的那個冷氣 對不對 搞不好出來可以吃到外面的便當 不一定要吃裡面的 你現在剝奪他 說我們阿伯沒想要出來 所以這個 大家記得都檢查官 在扶這班才行 檢察官說怎樣就怎樣 大家要相信司法